丛林开始玩PVZ2国际版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啊 超人又来玩PVZ2国际版咯 接着来挑战上古埃及的主线关卡 超人发现国际版可以免费使用加速功能 中文版只能在无尽挑战里使用 但是呢,中文版开局会送新人掌和装扮刷官非常迅速 国际版只能慢慢地打 而且超人发现国际版的太阳神僵尸 我可以和他抢阳光 你真,我夺,有一种极限拉扯的感觉啊 谁抢到就归谁 国际版每次领个奖励都要见到这个绿脸僵尸 国际版的第15关居然不是打江王博士 而且关卡里会掉落植物盆栽 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啊 超人看完主线地图才知道 原来国际版的埃及有25关啊 打完第17关之后呢 能量斗的卡槽增加了一个 19关就直接给了双重射手 好不容易超人打到了23关 超人终于见到了埃及巨人僵尸 国际版的埃及关卡 没有简单模式和困难模式的区别 关卡多又不能速刷 好不容易超人来到了第25关 终极挑战 总算是见到了江王博士了 终极挑战是传送带的关卡 给的植物嘛 该怎么形容呢 这些植物真的打得过江王博士吗 虽然品种很多 但是输出真的不够啊 超人好怀念中文版的仙人掌和湖姬兵仙子啊 场地上的墓碑出现的速度特别快 试背腾都吃不过来了 江王博士一个冲刺 植物和僵尸都被压扁了 总算是有了一颗能量斗 角落里的回旋标射手打不过贴动僵尸啊 就算给了大招也没打赢 还好双重射手守住了 但是转头一看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场上的僵尸这么多啊 超人想攒点能量斗都不行啊 全部都要用光啊 感觉根本守不住啊 场上的僵尸太多了 没办法了 只能依靠小推车 超人只能说还好有小推车在 这才是一个小小的埃及江博 超人就能打成这个样子 以后开了其他世界还怎么过啊 难道说是超人太小瞧国际版了 江王博士的冲刺正好帮了大忙 还给了我两颗能量斗 超人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多补一些植物 把场上的墓碑也打掉一些 喂不是吧 江王博士你这么会召唤僵尸的吗 埃及巨人僵尸也出来了 来吧 同归于尽吧 你自己召唤出来的巨人僵尸 你自己解决 但是呢 超人的植物还没补齐 江王博士又召唤出了埃及巨人僵尸 看样子还是不能把主动权交给江王博士啊 来吧 蔡问大招开启 江王博士直接被震飞 就是这样 要给江王博士一点颜色悄悄 埃及巨人僵尸 就交给我的植物们去解决 我相信他们的实力 好的 江王博士开始锁血了 终于被超人拖到了后期 现在植物占优 江王博士的血量掉得很快 终于他的血条耗尽 败下阵来 从他的背上弹出来了一把钥匙 这难道是一把开启新世界的钥匙 直接就解锁了海盗港湾 国际版难道不可以自主选择开哪个世界 而且超人听说 国际版的世界好像比中文版的要少 看样子 这些世界的难度是递增的咯 好的 下一次超人就去闯一闯海盗港湾 这些人就去闯一闯海盗港湾